再来看今天的大新闻 这是一大早 你看到中国微信公众号 这个大陆国防部发布讯息 火箭军今天早上8点44分 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 发射了一枚 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 洲际弹道飞弹 准确落入了预定海域 这个字少是大 这个字数确实非常少 但事情真的很大 到了我刚刚这个结稿为止 你看到从早上到现在 一篇又一篇 各式各样的军事博主 全部都对着这个 写了一大篇非常重要 这次飞弹发射呢 当然在这个公众号里面 有特别解释 年度军事训练啦 符合国际法国际惯例啦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目标啦 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通报 加上了这几句之后 你更发觉得事情不单纯 然后你注意到 发射时间8点44分 新华网的官宣 10点04分 你很少看到这么大的事情 大陆官媒 几乎是新华社 几乎第一时间发布 一个多小时又一点点而已 很罕见 非常罕见 这么快就发布 当然一切都是预定 而且这事情很大 那有人就根据了 公开的空域警告 推测它的飞行路径 怎么飞的 算一算可能是由海南岛 还有附近海域发射 落点呢在太平洋东南海域附近 射程超过了一万两千公里 路径模拟出来了 那发射什么呢 应该是东风系列吧 一个说是东风41 也有的说可能是东风5B 5C 那这是44年来 再度进行洲际弹道飞弹的 全射程测试工作 罕见的全射程 然后这是1980 5月以来 来我们找到了一张旧的海报 我就蛮有意思 大家看到 这是当时有没有 1980年5月18号 当天是星期日 人民日报 号外号外 当年这个有没有 已经泛黄了 我国中国大陆了 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 第一枚运载火箭 获得圆满成功 当时还特别用 这个号外的方式来发布 同时把这个图也写出来了 有没有 这个蛮珍贵的 今天我在这个网上看到 这个特别揭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1980年代 所以距今已经44年了 44年来又一次 那我们第一个 不免想到当太平洋海域 过去都是美国 向西太平洋海域发射 那现在是反过来 对吧 那不仅想到 这里有美国航母吗 可能有事吗 9月11号 美国罗斯福号进入了 离开中东 进入太平洋水域 有消息说进入南海 那美国也说呢 他最新的动态 应该是开到了 关岛的位置 帅将军怎么看 这个动作特大 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被这么重视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向来非常自豪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武器 可以打到它的领土 对不对 即使是冷战时 就是你宣称有 很少去做全射程 以前我在九鹏 看这个我们的飞弹测试 它不会是全射程 它打出去按照一个方块的 这样绕着飞 那毕竟还是在本岛的附近 它这个飞到一万两千公里 那就代表说它的射控 它的瞄准 它的空中飞行的掌握 这全程就可以直接代换到 作战能力了 对 中间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模拟的路径 并不是官方发布 对 所以这个问题 因为东风系列是 威胁到美国本土 而且它是新出来的载具 以前都在传 中国大陆的投射系统 它是超音波 速度 马赫数很大 超音速 而且还变轨 而且还可以承波效益 所以这种种传说 今天有看到一个全射程的 当然美国很重视 中国大陆也很重视 这是中美之间核子平衡的 一个重大成就 就是说你有原子弹头 没有用 你看俄罗斯也六千多个 美国也五六千个 中国大陆只有四百个 在比起数据上来讲 那差很远 但是投射工具 能不能的穿透性 就变成绝胜负很重要的 穿透性什么意思呢 可以避开你的拦截网 进得去 因为美俄中 双方都有拦截肥弹 都有拦截网 但是对这种超高音速 变轨的可能拦截不住 所以虽然只有四百发 后来将来到年底 要往一千发的方向发展 那么要发展 就是说你要大量的生产的时候 你的定型化 就是说我是不是成功地能达到我预定的目标下去 那我才能财成量产 你不要还不稳定 你量产下去 将来出来的品管有问题了 作战能力有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让每个人都很重视 你四十多年来没看到它 所以这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 有突破性的成就 突破性的成就 这一发成功以后叫一锤定云 那后面再生产的六百发 是不是就是以这个模式呢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我试验成功了嘛 就像飞机出厂试飞观 要不停地试飞 试飞到这个飞机的缺点 统统改正了 那这架飞机才开始量产 你像我们搞潜舰就有点荒谬了 你还是还没有成功 你就要把预算统统编进去 这就不对了 那一样的 假如说东风飞弹军国 这是很圆满 那后面增加的这个产量 就保证这个飞弹 是不是能达成任务嘛 所以这个全射程 对美国来讲说非常重视 因为你的成功 就是它将来的危机 孙将军跟大家解释一下 全射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全射程就是说 你飞弹从你发射开始 你预定的目标 你能精准地达到目标 因为它不能够有伤害性 所以带模拟弹头嘛 但是会去飞行姿态的控制 飞行距离的长短 飞行到最后目标的精准度 这是全程测试的东西 因为你距离你大陆 本土一万多公里 你还能遥控 卫星也好 不管你怎么样 那你控制得很好 以前我们飞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避免误会 就在本岛里面 做方块形的飞 那你是无线电操纵的 是距离短嘛 比较有把握 你像要飞到一万多公里 那是只有卫星 所以这个东西就代表说 这个飞弹是具有严重威胁性的 成功的一个试色 它从基地怎么样起来 怎么样就是推升 到空中怎么样的变化 它是一个全部模拟 而且能够达到原来设计的目标 在官宣当中有一个 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通报 当然要通报 因为这个东西 不管你在中空或者大气层 或者再回到中空的空域 你要让人家回避 万一打到人家飞机怎么办 这美国有接到通报吧 当然这个就像全世界通报 你像我们台湾自己对海上 做一个炮弹设计都要通告 七点几分在哪里 渔船不要进来 外国的货船不能进来 北威几度 东京几度 通通标示清楚时间地点 那孙阳军你觉得美国会怎么看待这个事 美国当然说 那就它要从开始 现在开始就要操心 美国自己的防卫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美国的防蓝飞弹 飙三飙六 它的马赫数都不 只有三马赫到五马赫之间 但是东风都超过十几马赫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拦截防卫 是一个很大一个漏洞 它当然担心了 以前你像战斧飞弹 都是次因素的 再加上这个飙山飙流 就很容易把你击落了 但是这种超高因素的 这个沉波飞行的飞弹 雷达既然很难锁定 也很难追踪 那你锁不定追踪不了 你就打不到它 何况你打出去的拦截飞弹 速度没它快 你叫个乌龟去追兔子 怎么追 问题在这个地方 那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对于区域的战队平衡 会有什么影响 不是 它突破性是 它早就具有了 但是这次秀给你看的意思 就很大了 以前说据说 据文 研判 它有 那不算 我做给你看 我官宣了 官宣 我就是还事先预告 不容许失败 你预告了 结果 对对 预告了就是万无一失 至于当然很有把握 才会预告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很有信心了 要预告万一 射击失败呢 就像美国那个 阿波罗那种 太阳火箭 一射射射失败 大家都知道你在那里打 最近的StarMiner 对啊 这就很难看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它很有自信 我告诉你全世界 我飞行的弹道在哪里 什么时间发射 什么时间到达你那边 因为这个长途 经过的空域很多 那当然要告知 好 所以今天这个大新闻 从一早出来就炸锅了 引发了所有军事博主的 高度关注 感谢观看